有老铁留言说想看任天堂的GameWatch 这期就回忆一下当年的黑科技 诞生于1980年的游戏手表 是任天堂第一代掌机 当时集中了老任全部的财力和资源 可谓是背水一战 结果自然是成功了 从1980年到1991年停产 一共销售了59款掌机 在1980年问世的这个电子玩具 可谓是震惊世界 是最尖端的电子娱乐产品 开创了一个时代 让任天堂从一个制作纸牌的传统玩具企业 一举成为最闪耀的高科技公司 当年的股票也是火箭般上升 为任天堂以后的游戏帝国 提供了强大的财力支持 游戏掌机采用液晶屏 固定印刷点亮熄灭的游戏方式 体积比信用卡略大 可以装进上衣口袋 两粒扭扣电池可提供源源不断的电力 带有贴心的时间功能及游戏时 伴有清脆的节奏音 和丰富有趣的游戏内容 在当年的确有黑科技美誉 最开始是面向成人玩具 后小孩子也蜂拥购买 儿童竟然成为购买主力 这是老任开始没想到的 当年广告语 可以无论何时 何地都可以享受游戏带来的快乐 总销量超过八千万台 可以用狂卖来形容 可以说没有这个游戏掌机的问世 就没有后来的红白机 及老任后续的一系列游戏机的诞生 当时六千日元的价格 是很多家长反对 但孩子们说 这是款电子表 附带的游戏功能 以掌握时间能力为主 一切为了学习 可怜天下父母心 这样的销售策略 在我国的学习机上也体现过 望子成龙看来 全世界都同行 我第一次接触到这个编号为21的游戏机 大概在1984年 小学四年级 一个邻居家的孩子 不知道哪搞了一个 游戏名是降落伞 玩家需要在水面上前后移动小船 接住从制奴干直升机上跳下的伞兵 如操作不当 导致落入水中 则被等待的鲨鱼吃掉 连续三次游戏结束 别看游戏机不大 功能挺强 有AB两个难度选择 B难度是散兵 则机挂在树上 会不定时地掉下 增加了游戏的难度 原本是我小学玩过的游戏机 这段回忆一直深埋在记忆深处 依稀只记住张着大嘴的小人 滴滴的声音 以及机身上那红红的 又大又软 像鸡蛋糕一样红色的按键 直到成家立业后 又开始追逐着童年的回忆 在模糊的记忆中 再次握住了童年 机器没变 变得是我们 以至一度怀疑 记忆是否偏差 再三确认后 这就是童年的小伙伴 真对不起 羡慕这些永远不会变老的家伙